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将永远捍卫属于我的荣誉 我的宠物一号是一只可爱的小狗 我的宠物二号是一只会飞还会说话的猫 希望今后你这一趟旅程也能创造你自己的一番轰轰烈烈足以自豪的回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喽大家好我是老师 熊仁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就追蹤我的IGFB 追取BB 还有Disco在今天的优城在里 微信官方公告这一次的宣言剑联动了 等了好久啊 好了那我们先看一下这边的内容啊 大部分就介绍一下宣言剑的这个背景的故事啊 那有玩过宣言剑的话大家就知道就是 赛特就是来东方取得这个战争不败 不败之法哦 好然后妮可赛特里进是这 这一次可以抽到的三位英灵的角色哦 好那赛特的部分呢是原属性的侠客哦 不过他的头发跟这样子差的蛮多 妮可的部分我觉得倒是蛮像的 然后是按属性的语式哦 然后理性的部分呢是雷属性的斗角 好那我们在那个 pb 的动画里面可以看到这个慧炎师傅的 部分哦 他还是占了蛮多戏份的样子哦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呃主要的玩法应该在后面 哇这没有特别讲 在影片才有特别讲 可是明后天会再公告一次 啊总之呢 这一次就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次的那个 旋转剑啊 这等很久哎 终于又有新的旋转剑 云河山的比端 那等超久了 那可能明后天会介绍那个 岩属性侠客的赛特这个技能的部分吧 呃看他是先放哪一只 那不知道哪一只角色是送的 据了解好像是赛特是是送的 如果赛特是送的话真的蛮有诚意的 然后妮可跟李静是用抽的哦 据说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联动的剧情再度启程 嗯 好啦 那我们来期待一下 这次十月二十号的训练剑 那到时候 会再游玩给大家一起看哈 好啦 那这集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喜欢你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 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最后中的IG FB Twitch BB 还有Discord 感谢各位 请收看 那晚安 拜拜